如果您时常扭不开瓶盖,恐怕存在健康问题。 接近三分之一年满60岁的新加坡人患有肌少症。 大家好,我是陈建民医生,英格医院老年科医生。 肌少症是指与年龄相关的肌肉质量下降现象,随着人们越来越长寿, 患上这类疾病的人数也有所增加。 肌少症,关乎个人的自主行动能力,可导致失去自理能力,跌倒,骨折和住院。 日常生活中一些简单动作可能意味着肌肉无力, 比如难以从椅子上站起来,爬楼梯或步速缓慢。 患者也可能面对抓握困难,扭开瓶罐或提购物袋, 也会有问题。 蛋白质是身体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,帮助细胞修复,提升免疫能力。 多摄取蛋白质,可维持肌肉质量, 限制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, 若配合阻力运动,还有利于增加肌力和肌肉质量。 牛奶蛋白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氨基酸是更完整的蛋白质。 根据研究和植物性蛋白比较起来, 牛奶蛋白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。 年长者可到户外散步,若健康状况允许, 快走的效果会更好。 他们也可以通过阻力运动来锻炼肌肉, 例如手握瓶子,将瓶子当作哑铃进行锻炼。 我们应该把肌少症纳入健康体检。 运动和营养是增加肌肉量的两大要素。 因此,进行阻力运动和摄取高蛋白质的均衡饮食, 例如鸡蛋、豆腐和低脂牛奶, 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我们可在家自行检测激励, 比如使用握力测量器或这个。